好的 马上再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 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刘洋 刘洋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丽娜 我们看到美俄双方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2021年就要到期了 那俄向美提议要延长五年时间 美国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而美俄仅存的军控条约究竟能否顺利地续约 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相关分析 首先是俄罗斯媒体 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 俄罗斯主动提议延期 看到俄罗斯与美国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是目前两国之间仅存的军控条约了 俄罗斯多次表示愿意就条约延期问题进行对话 而美国却不愿意具体来讨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延期问题 留给俄美之间磋商和军控条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俄方不愿意坐等最后期限的到来 因为随之而来的风险非常大 目前俄方已经向美方提议说 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五年时间 如果美方不同意的话 也可以将考虑延长的时间较短的时间来延长 来看美国媒体怎么看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对延期缺乏兴趣 看到美国军方以及美国的总统的一些政治顾问 就认为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过时 而且有缺陷 他们认为这个条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战略核武器的发展 在其他的世界大国竞相发展新一代战略核力量背景之下 如果美国和俄罗斯续约 就可能让自己在全球核军被竞赛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美国的焦虑在2018年的核泰式评估报告中就有所体现 报告要求美国政府研发新型的核武器提高核威慑力 还是美国媒体纽约时报 延期或更符合美国利益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看来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利的 2020年再决定是否要延长 而专家认为说 美国应该认识到它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好处 一旦没有了对核武器的限制 也就没有一个现场核查或者是信息互换的体系 一场俄美之间异常昂贵的军备竞赛 似乎是无法避免 如果大国在打造核武器库方面开始了军备竞赛的话 那小国也会纷纷效仿 这样下去结果可能是一个更加危险 更加动荡的环境 从而引发更多的冲突 给美国带来巨额的军费之处 最后是法国媒体 法国的费加罗报 续约谈判十分艰难 我们看到由于美俄战略的考虑是大不相同的 对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续约谈判可能会十分的艰难 为了避免条约续约的遇到阻碍 俄罗斯有意展示积极主动的姿态 近日我们看到俄方首次让美方人员 来检视其最新型研制的高超声速导弹 并且称此导弹能够突破美国的反导系统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说 此次展示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那舆论认为如果该条约失效的话 必然会增加大国之间的不信任感 好 这部分焦点是这样 把时间再次交还给琳娜